咱今天一开始先来回答战友的热点的问题 感谢大直播战友问题的汇总 有文童、文人、二狗咖啡道整理 我们开始来了 第一个问题 我看几个问题 七个问题 孟晚舟4月1日将轮值华为董事长 方尖八卦 孟的身世非同小可 七哥 孟晚舟有怎样的背景 才会使习太阳亲自写一百多个批示营救 谢谢 孟晚舟跟毛泽东半点关系没有 战友们不要传这种很低级的 没有一点常识逻辑的问题 你看共产党 他放出的那些烟雾 都是低级到了极点的战友们 一会儿这个死了吧 那个明星了吧 就是转移视线 孟晚舟 华为就是共产党的情报平台 科技超先帐的平台 孟晚舟 还有她爹 所有的 任正非 她家人 都是共产党 而且情报官员 华为呢 主要是习的家族控制的科技赚钱平台 也是收集中共党内信息 国外信息的平台 跟这个有啥关系啊 一百个批示的一万个批示都不多 那是她家里的利益 她个人的安全 对西方的侵略啊 这个太low了 这个这个太low了 这个共产党传这个都太low了啊 第二 六十五岁的山山控股董事级主席 郑永刚 因主动 主动卖 破裂去死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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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去死 六十五岁的山山控股董事主席 郑永刚 因主动 卖破裂去死 请问七哥 有外因导致郑永刚突然死亡吗 谢谢 郑永刚呢 是在国内的家产大部分 已经被共产党 给剥夺的差不多了 也很多身边人被抓 而且 我认为她的死没有其他原因 主要是 和情绪 共产党的威胁 我相信是这个 第三个问题 这个郑永刚呢 这个先生 他是一直是支持爆料革命的 这个首先我们要 这些老人家 祝她一路走好 但是打疫苗 这让人很遗憾 是吧 你支持爆料革命 你打疫苗 这太遗憾了 我觉得很大约是疫苗 和国内的这个家庭 生意上重创吧 这中国老板的结局 基本都这样 第三 外部三公司发现 币安智能链的一个漏洞 将允许币安发行 无限量的数字货币 11日 Blyfax 遭受了黑客攻击 Blyfax 致使 Befs 从用户的钱包中消失 总量 6.9亿美的 Befs 直接归零 不可恢复 美国加大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力度 请问几个 分杂的数字货币市场 将会迎来怎样的洗礼 第一 我想告诉大家 第一个 总量6.9亿美的 Befs 直接归零 这是几乎每个货币 甚至比特币 都难逃脱的厄运 那么 如果洗联储 战友们的币 任何被偷了 没了 战友的币 七个负责 一个都不能少 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因为 为了安全 新联储设置了 无法逾越的 各种KYC法律的 技术上的障碍 使我们失去了 超过99%的 战友的这种客户 正在纠正中 但前提是我们优点 安全 那么美国的 对数字货币的 监管力度不是监管 等于是宣战 美国很清楚 数字货币 那将改变美元 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它是宣战 而且是完全没有法律的 没有依据的 没有团队的 而且是宣战 这个宣战对数字货币 是什么事情呢 我认为是好事 因为最终是 这个战争是 不可能有美元 和任何国家 什么共产党 人民币 哪国想迎 是不可能 这是个基本的常识 就是你现在 你家里边 平常 没有安空调 是吧 你关这门 是吧 你开这门 无所谓 蚊子进 营子出 都可以 当你家安了空调了 然后呢 你发现有蚊子进来了 你就把窗户门全打开 是吧 你要往外赶蚊子 那你的空调就不管用了 是吧 那你说 我关上空调 我关上这个空调 那你开的 你关上门 关上窗 它憋死你 那屋里太难受了 因为现在密闭是 就人类的文明 从过去的 完全自然的开放式 到人类的全密闭式的 社会状态 然后在内部有了个规则 叫做货币 而且货币还已经 全球支付 和美元国际化 单一国际货币 和单一支付方式 它已经把世界地球 变成了一个金钱的盒子 这个时候 你说现在来了 另外一种功能 说不用按空调了 你屋里边就可以冷 你就可以调整到热度 这个卖空调了 不高兴了 那怎么行啊 是吧 我得卖空调啊 我得把人关在这个屋子里边 他必须使用我的空调啊 你只要使用空调 你开窗子 开门 空调就不关于 那么你要是说 关上门 你可以使用这个 唯一的空调 现在有另外一个想法 不用看空调 你可以开着门 你可以享受自然的窗户 自然的风 不用空调 也不用污染 这叫新能源 哎 卖空调都不愿意了 说现在不行 我要把这个 这个新的 能代替空调 污染地球的 调节屋内温度的 让你更舒服的东西 全杀掉 最后人家房子的人家主人 做决定 我决定不选用你的空调 如果你再比我 我就不在你家房子住了 我上外面住去 地球毕竟有很多选择 美国的现在是 对这个数字货币是开战 未来所有的数字货币 所有的数字货币 都是他们的目标 任何人 包括西比 但是最终 谁对数字货币开战 谁会很惨 就像最早的共产党 在两年前就宣布 中国不允许有数字货币 你们都忘了吧 他比美国更狠 就不允许有 只有我加油 共产党的叫数字化人民币 我们跟着一个流氓的管家 就是个流氓犯 强奸犯 黑社会 生存的太久了 当发现 有一个非常有规矩 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警察 但凡偷吃两个饼干 但凡是喝杯什么 违规的酒 咱就觉得不顺眼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 那个警察比佛祖还要伟大 而我们是在跟这个流氓 黑社会 强奸犯 共产党 长大的环境 我们却习以为常 世界上还有比共产党 再早的吗 是吧 宣布不允许中共国 有所谓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而且必须全国要中心化 而且就中国一个国家 一个党 而且要在全世界推用 是吧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 美国做得很不对 但是 共产党 它更夸张 全世界 只要是对数字货币开战的 都会非常惨 非常非常惨 这叫做 革命前的 被革命者的 本能反应 看一看法国大革命这本书 法国大革命 当时要开始之前 就是整个法国 从皇族 到贵族 到所谓的当时的 利益阶级 都有那种慌恐不安 都在担心 瑞士当时的革命派 回来怎么办呢 宗教派 一旦要是 统治了法国 怎么办呢 工业革命领导者 会把这个 我们都毁掉吧 什么的 这个 重英派 怎么办呢 什么北欧派 怎么办呢 无数个担心 最后被革命了 一定的 美国这个 首先 对美国的 加大数字货币监管 这是错的 它是战争 美国已经向 数字货币宣战 未来会怎样的洗礼 数字货币 会成为全人类上 超过70%的 生产力和交易工具 谁也挡不住 没有人挡得住 上帝也挡不住 而且谁挡数字货币的 谁就第一个倒下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会 第一个倒下 而且 它倒下的时候 不是跟其他最重要的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金融 然后美国的金融制度 如果不马上改革 美国的金融系统会崩塌 它相当于 相当于人类 有了互联网 就是和工业革命 这样重大的改革 你觉得谁拒绝了工业革命 谁有好下场 当年最拒绝工业革命的 就两个国家 是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 大清帝国 从明 从明开始 元明清 中华民族 到了灾难的时代 600年 是吧 玩球弹了 是不是 第二个当年就是印度 拒绝了工业文明 被人家殖民那么多年 到现在都过不来劲 十几亿的印度 钢铁的产量 还不如中国一个省呢 是吧 还不如一个 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呢 然后互联网时代来了 拒绝互联网时代 大家都清楚 就这北朝鲜 肯正文恩同志 肯正文恩同志 拒绝了互联网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什么情况 中共是利用了互联网 是吧 他才有了所谓的后来的改革开放 现在关掉了互联网 那他就知道 必将没有啊 现在数字货币 就是互联网诞生 战友们 你们所有今天 面对的数字货币 你去想想 当年互联网时代 90 是多少是 0.017的互联网生存下来 0.017 是吧 绝大都毁了 而且你不要忘了 美国当年是互联网的 零倡导者 互联网才有了 今天在美国 继续有Swift 美元的强大 当年1901年 到1945年 一战二战 包括当时美国的1850年 大家看一看 1850年的美国 英国殖民的时候 美国的工业是什么情况 钢铁生产是什么情况 以至于在一战的时候 美国都不掺和 而且大量的工业军舰 武器的制造业 蓬勃发展 到了二战的时候 到了胡焚时代 都有了胡焚的所谓的 药饭袋子 胡焚的乞丐袋子 叫胡焚经济 但是美国参与二战以后 以每周制造一个军舰的 这个工业革命速度 迅速地在整个欧洲 一开始是回避战场 最后跟希特勒跟英国 张伯伦 张伯伦到了 跟希特勒见面以后 回来的愚蠢的随情政策 后来丘吉尔上下 美国制造战斗机 这才是美国的崛起 英镑彻底堕落 然后美国崛起 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什么 从工业文明 互联网文明 工业文明解决了什么 解决了人类上最重要的材料革命 是吧 到了这个互联网文明 到了什么 信息革命 材料革命 信息革命 这是一个文明当中必然必须有的 人类一定要克服你这个的 就人类要克克克克克克 就是想要把材料的事整明白 工业文明才有战斗机 飞机 是吧 各种东西 材料的革命就需要信息呀 它必须要信息 它有电脑 计算 是吧 你看看当年的希腊 发明了希腊时期 罗马时期 玛雅文明 包括的印度尼西亚文明 包括当时的波斯帝国 都在研究什么 材料 信息 通信方式 它是安全 军事 探索 文明 人往天上看 必然要 它必然的思维 它为什么人类 它要有 人是有灵魂的 它就在这呢 它是有思考的 它是有情怀的 它是有感情的 是吧 所以人类一直在向天问 不是要堕活五百年 向天问 你在哪 我是哪来的 我要去哪 为什么地球这个样子 它是有探索嘛 所以说材料革命 然后完了以后 就开始整个的信息革命 信息革命完现在到什么了 一个把材料和信息革命的综合的结果 就是把这两个变成生产力 那就叫做金融化 叫区化链 还有个坠状的是什么 把信息革命 工业革命 变成另外一个地球和地球之外的探索 那就必须要有区化链 特别是人类可以控制的工业革命 人类可以控制的信息革命 它必然将导致不确定性 它必然导致的标准 完全是被人控制 但是数字和数字货币 和区化链技术 特别是去中心化 它的核心在去中心化 不可逆转 不可修改 不可操作 操控 所以说你去想想 这几个问题跟你这个中心化的政府 和中心化的唯一的美元 中心化的Swift 和绝对去区块链的共产党的数字化人民币 那是抵我矛盾 有你没我的关系 所以共产党它必然被消失 因为它是跟全人类的文明在对抗 最后全人类都发现 你共产党不允许区块链 接下来互联网完全数字化 区块链化 百分之一万的 是吧 你未来看到互联网 你想删谁的解 不可能 是吧 所有的财务制度 全人类你不接受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的记账技术 就是不可改不可逆转 现在什么四大财务审计公司 去你姥姥这儿吧 你滚吧 你已经是墓地里的东西了 全是造假的 世界上最大的流氓犯罪集团 就是政府 第二个就是所谓政府允许的审计公司 标准公司和这些银行 大家还不明白吗 什么四大公司哪一个不造假 还拖泽 对吧 区块链账本以后 都是任何一个人 你的经历是不可以改的 像什么财务报表啊 上市公司啊 你记住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小时 下一天 突然某国宣布 我们只接受 区块链的财务报表的 这个标准的时候 四大公司就结束了 还有中国人学的什么 我要学财务审计 我学财务 然后学电脑 是吧 然后学代码 你去想想兄弟姐妹们 在过去的这70年50年 有一样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吗 互联网 代码 财务 会计 钢琴 你看那Q妹弹钢琴 那多漂亮多好 他弹的是完全是西方 把中国几千年前对音乐理解的点点点点点点点 变成了一个可用的标准化的工具 叫钢琴 还有吉他 还有西方的电吉他 还有西方的电吉他 跟中国的九鼓笛跟中国的春秋和中国的商朝那都没法比那音乐遭音 但是你看现在中国人的身体 僵硬到 简直跟死人没什么两样 对音乐没有任何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听到的音乐工具发出的声音 跟你的血液完全两回事 对吧 你看看 中国的音乐 祭天 讨好皇上 是吧 很少是抒发人性的 而西方的所有的乐器 你去看一看 就特别是美欧国家 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是完全工具标准化的 就是现在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一个筷子扫平世界 阴阳两极 两个手指头跟大脑指挥着 啪啪啪 它是上天人性工具 使用最高境界 而美国刀子叉子 吃虾子吃蟹的 还在那用着呢 是吧 这是一个工业社会 工业文明 西方战的叫什么 普鲁斯教育 分工化 社会化 程序化 标准化 现在中国人过去很多年说宠拜的西方的叫工业社会的 一切都叫标准化 但是数字化世界完全相反 数字化回到中国老祖宗最最早的音乐的时代 不是用吉他不是用钢琴来弹出你的乐感 而是用什么 战友们 用上天的给你的灵感神 神给了你个不可逆转的东西 就是他把所有你的行为结果 让你更小的空间去造假 让全球都统一起来的唯一个方式 除了空气 除了太阳 除了月亮 大自然 树 水之外 这些必然的自然东西之外 接近于自然的叫区块链 区块链就是让你 没办法人类再操作 再造假和把它所谓人类标准化 看上去是人类标准化了 但是你行为的结果 变成了比工业文明还重要的区块链数字化 严格讲 你更接近了上帝一步 就真实 自然 就是人类你怎么也不能把太阳 像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把太阳说成洗死黄 是吧 都知道你叫洗死黄 你不叫太阳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么随之而来的区块链是什么 量子电脑 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配上现在的查特GPT未来 你就 那就这太小儿科了 就是 现在查特GPT 在量子电脑加上以后 就是查特GPT AI 就是算盘 就像现在电脑代替了算盘一样 很快就会诞生 然后你看到像盖特现在用的代码技术啊 这都是 马上就过时 在量子电脑 在AI时代到来的时候 和太空技术已经这样发展的时候 人类已经探讨火星的时候 已经冲出银河系的时候 你现在要去中心化的货币 何去跟数字区块链斗争 那你这是左死呢 一灯能除千年岸 一智能灭 万年余 这是残忠的最高境界 六主把这话说好了 就是文不能诗经 文字不能解诗经 真正的经文 包括旧约新约 但是我觉得这两句话说的还很接近 所以数字化和区块链时代的到来 谁也不可当 新中国联邦未来的核心是人才 而人才要走在人类的文明最前端 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 完全去中心化的新中国联邦的国家 不是每天都看到什么一个皇上 一个总统 去你大爷了吧 你爱去哪去哪去 每个新中国联邦人 联邦人的家人是中心 你的快乐 你的健康是中心 而且他最重要的衣服是文明 智慧 然后体验的所有生产力 和人类之间的互相信用 交流 财富是区块链 是量子电脑 是未来科技 我再说一遍 任何战友在洗联储的币 包括Gatecoin丢失的七个负责 非战友的七个负责 不用担心被盗 然后呢 这个币安呢 他本来就是个骗子 他是个绝对犯罪集团 赵长鹏是替共产党干事的 谁要相信了币安说 他造多少币 我从第一天 我在两三年前就说过 任何驻币的公司 在网络上的政府 叫做区块链政府 都告诉你团队有权力 造出比发行的币的3%5% 甚至20%都是合法的 第二绝大多数区块链的币 你是不可确认 你怎么确认他发多少币呢 赵长鹏说发2000个 你怎么知道他发2000个 你告诉我 说区块链我能做 区块链的审计 谁来审计 谁来发布区块链的审计标准 谁来佐证区块链的币的 整个的数量 这就是咱们现在 接下来我们喜联储要干的事情 新中国联邦要干的事情 我们要建立所有的区块链 和数字货币的 新的大家共同认可的 区块链政府的新规则 这是秘密 企鹤现在不能说 赵长鹏一定是 要么被共产党做掉 要么到美国尊监狱 没有任何第三条路 你不信走着看 这小王八蛋 纯就是佐死 这是个狂徒 无知 愚昧 他是一个 就是当年大秦朝的 陈胜 吴广这好人 然后呢 密会很短 或者是有点像太平天国的 李闯王那个感觉 第四 中共的医保新访案 老百姓差不多是自费医疗了 根据七哥爆料 中共将缩减百分之以上的公务 指出 将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改为合同工 请七哥谈一下 新中国联邦5000美元起步的A10项目 对国内民众的保财保命的意义 好 共产党呢 所谓15亿美元的GDP 平均到14亿中国人 大家知道是多少钱 所谓的8000美金到1万美金 而李克强 这个傻货 是吧 这个笨蛋 是吧 还说点人话 说中国实际上6亿多人 活在这几千块人民币 就几百美金 这是实话 我不相信中国有14亿人 我相信中国最多9亿人 一定不会超过10亿人 他死的人数和他内部的数据统计 我们有绝对的把握 中国不超过11亿人 对吧 所以说 现在 整个中共国 GDP 所谓的6% 5%成长 那简直猪都不会相信 中国的GDP会下降多少 绝对是负增长 没有什么零点几 没有什么6% 那是胡扯 现在在中共国里边有几个大的崩塌 第一就是就业 两亿多人不能就业 两亿人不能就业的概念是什么事业 我告诉大家 中国的建筑行业 最起码半壁江山就没了 房地产肯定是完了 共产党炸乎了4年的房地产所谓的房产使用税 征收税 发生了吗 他为啥不敢发生啊 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呀 兄弟姐妹们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房地产建筑行业不行了 中国靠什么行 就是外出口型的外贸企业 出口型外贸企业 从过去的三次年 自从爆料革命 诞生的一年到今天 中共国从他的2017年以前的买买买 自从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七哥 诞生在世界上的所有的爆料革命开始 他每年都是从买买买到成了买买买 现在是什么 大家知道 他是现在天天的 咱们叫做逮逮当 天天往下走 他的GDP是负增长 那么他的金融机构就出大问题 金融机构出问题 出口型的外贸企业 就只能 靠外来加工 现在由于共产党的疯狂 对世界已经是一个人类的生存的威胁 特别是释放了生化病毒 叫冠状病毒 然后又制造了人类的疫苗灾难 中共国的生产出口贸易企业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已经结束 这是他所有的挣外费的地方 国内靠卖地叫房地产 然后建筑行业 然后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带动了所谓的装修 八十几个行业 餐饮 材料 布料 供应 包括 大家都知道的是网上 因为有两亿多人打工啊 这两亿多人没有了 八十多个行业几乎就是崩塌了 更重要的 唯一的靠出口型的企业 也没了 出口和进口不就是因为房地产的带动 中国没有任何科技的增长点 严格讲就是中国没有任何增长型经济 是吧 最后一条 兄弟姐妹们 接下来就中国的剩下的服务行业 铁代码的最高级的 餐饮的 酒店行业 各种行业最后都得完 是吧 那么你想想共产党他自己的党员 八百六十万 改成合同工 八百六十万改成合同工是什么意思 是吧 就你们跟着七哥干 新中国联邦 干完以后 七哥说 现在这事不干了 按照小时算钱 新中国联邦建成以后 也跟你们按小时算钱 你们不得把我活埋了吗 我这几代人跟着你共产党干 我上学 我孩子 一切都跟你干 现在你把我变成合同工 就分分钟中我要失业 变成终点工了 这八百多万人 他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吗 这八百多万人 每个家人四口人 就三千多万 哪个不伤心 哪个不想加入新中国联邦 那两亿多失业大军 哪个不想加入新中国联邦 当共产党 所谓比爹娘还亲的党 一切都是党的 一切都听党的这种政治体制下 习太阳已经变成习死黄了 到全世界到处发钱 论议 他觉得不好意思 都是几十亿 几百亿的发 不管中国有多少养改了 是吧 都是几百亿的发 不管中国人 有多少人卖肾卖肝 几百亿几千亿的发 还搞了个一带一路 还搞什么达沃斯论坛 中国人饿死 然后把共产党员的八百六十万 三千多个共产党的家属 变成了part time 终点工 新中国联邦做什么 我们要拯救他们 五千美金和以上的这个投资 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 看过七国的直播 他们拿五千美金 他就是买了一个未来 五千美金 任何洗币的动荡 你进去以后 你有这个出口和入口 你可能就是一个手指都点下去 你可能就会赚回到五千和五万五十万美金 是吧 你加入了一个有希望的 超过50%可能的俱乐部 不管任何情况下 你的五千美金是不会赔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承诺过任何情况下 你不赔钱 是吧 加入共产党 是吧 一切都是党的 而且你得叫他爹叫他妈 昨天我在那个3C 我跟战友们谈 我说我跟一个美国朋友谈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见到美国最牛叉的人 高盛的人 和美国政府的人 到习近平刚选上吧 2012年 哇塞 在那个叫接待的时候 还把我们找去了 美国人一喊 恭喜你啊 习大大 恭喜你啊 习大大 然后美国人还问旁边人 中文怎么说了 恭喜你啊 习近平 习大大 你看到美国人叫习近平 叫习大大的说 我问美国人 我问你知道什么叫习大大吗 他说 我知道啊 就是father 习啊 我问你叫习近平 叫father 你是高盛的 你是高盛的高管 你是美国人 你爹怎么成了习大大了呢 你们没见过这个场面 兄弟姐妹们 这是 你们但凡见过你心目中认为的什么 高盛 摩尔根 斯坦利 美国政府高官 欧洲高官 你会真的是吐到你自己 真的连痴疮都能从嗓子吐出来 人类上很多人是没有一点德行的 然后习近平还得到这话 很好啊 是吧 你在这就习近平很强是吧 然后看到美国人 哦 你是 那个叫什么 贝莱德集团的吧 哎呀 你看那美国人 哎呀 都多大岁数了 快过来 恭喜你 大大 哇塞 你就看了那个 你简直疯掉了 是吧 世界上你原来你老看着那什么AIA 什么保险集团 据我所知 叶昭颖妹妹还买了AIA的保险 郝海东兄弟们没有 是吧 在香港那大字写了 是吧 AIA 主席 你见习近平 哈哈 习大大 哈哈 哦 哇塞 你说那都是什么王八东西啊 啊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喊习大大 欧洲人喊习大大 那法国 啊 一个那个那个 前副总理 很帅的副总理 我不是说他名字了 因为他跟我还有联系 哇塞 大早上起来 啊 你说 七点多他就起来了 然后呢就说 哎呀我要见Miles 啊 要见Miles 他就住在那 你说你干嘛这是 然后外交部那时候 王毅陪着他 是吧 然后呢就到了那个四合院 啊 上楼上 啊 私人见面 给我请教一堆的问题 啊 然后最后说 哎 你觉得我见了 这个习近平 我叫他什么好呢 我说你叫President 习啊 然后呢 看看王毅 没说啥 结果见了习近平 就是 习大大 恭喜你啊 这些不要脸的东西啊 你 我给你讲 你只有看过那些以后 你会发现 当时我知道 这个世界将出大事 当人类崇拜极权的时候 你将 很多人将失去正义 而且你会失去上帝 当时美国我最最佩服的美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有信仰 他follow the God 你在那法院你到任何地方就是什么 是吧 trust by God 相信啊 你信什么神都可以 你有个信仰 到欧洲去到处有教堂 是吧 中国到处是什么叶总会 按脚子 这一比这两个国家就比出来 到处是按脚子 还有洗头子 人家拐个街角 是吧 在美国在欧洲都是有教堂 然后还有书店 你到日本 你到这个 连马来西亚 是吧 就连印度这样的国家 都有书店 中国到处是洗头子 按摩的 洗脚的 你说 佩服人家 但你会突然发现 这些有宗教设施的国家 竟然到中共国来喊习近平 喊习大大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是要出事的 所以病毒来了 共产党病毒来了 共产党的经济超线烂烂了 一带一路来了 是吧 石油化人民币来了 现在气球来到美国了 七哥又是第一个 告诉全世界 那不是最后一个气球 那只是一个试探型气球 而且那个气球 是七哥告诉世界的 美国政府早于公布的时间 几天就知道 他没告诉中国美国人民 而且我再告诉你 共产党会集群式的 不同的地方 你看现在什么阿拉斯加加拿大 你记住 他会在不同的角度来美国 到欧洲去 一定会去日本 一定会去台湾 一定会去欧洲 特别是英国 而且一定会出现在俄乌战场上 而且会一群一群的来 一撮一撮的来 然后一批一批的来 我怎么办呢 是吧 我给美国所有的政府官都说了 是吧 那些官僚 就美国政府的这个官僚 就是情报机构 你是你无法想象的战友们 跟你看到电影完全两回事 他们所有基于自己的认知 什么叫情报啊 就是我首先放下我自己 我吸收所有人给我的信息 最后再拿着我所有事实来衡量出来的 整个的结果叫情报 所有的情报专家 第一句话要去自己 就是去自己话 就去自己的标准 我想把你东西拿过来分析 看到我们的战友上飞飞秀 讲中国空军的那一集了吧 我们给美国CIA FBI说 他说他们有了 已经拥有了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他们早就掌握了 最近来找来了 说又想跟我们的这个解放军 我们的这个校级的战友来谈一谈 坚决不能谈 是吧 坚决不能谈了 这不能再谈了 你去想想他官僚什么程度 他竟然是说他已经有了 你有了 是吧 他没想到 那很多基地都是跟这个气球有关系 那很多基地都是协助发气球 现在有人说在蒙古发现一个 哎呦我的天 我真的想吐啊 你觉得共产党他是坏到那程度 他只会在蒙古一个嘛 我告诉你 蒙古是某一个基站而已 在中国最起码有上千个发气球的基地 在中共国的海外 非中国地方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最大的基地在哪里 沙吴迪 沙特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LA The balloon The base Officially No.1 In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沙特 Sa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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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S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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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巴哈马 库巴 Venerilla 你说你有咋办呢 兄弟姐妹们 咱希望美国强大 咱希望美国安全 希望美国真正醒来 知道共产党的威胁 但是 他就这样 咱的战友 拿着全家的生命 到美国了 抱着文件 说我们都有了 这是FBI给了回复 FBI找了CIA 给了回复 说这都有了 我告诉咱的战友 人家已经有了 你就不要再 咱别想 是吧 几千亿 他拿他一生积累的这个东西 他有了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国过去的买买买和洋人 欧洲人 到北京就喊习近平 喊习爹爹 喊他爹 喊他father father father 叫习大大 然后看到共产党拿着一切来收拾他们 病毒 死人 烧不完的人 疫苗 经济下坡 经济危机 大量的印刷钞票 然后一个气球还找不着 还不敢打 在这核基地转 你看这有多疯狂 说你看那气球是我搞天气的 我失控了 是吧 搞的搞天气失控从中国 来了美国了 而且在猛他的 哎呀不改弯 一根直线 到达了半农的家 在半农家上面转一圈 告诉你半农 老子知道你在哪啊 我失控了啊 我失控了啊 然后又失控到美国核基地去了 卧槽 他的失控能直接 从中国到达美国到芒塔纳 还能失控到核基地 还能失控到你半农的家里边 你看这个失控的厉不厉害 然后这我是研究天气的 因为这个天气跟你核基地有关系 就这样的话敢说 然后外交部议政之言 哎 这是我的民用设施啊 你不能动啊 相当于啥呀 相当于吗 九指药 九指药说 哎 写一书啊 你写一书 我是受益人 哎呀我的妈呀 我又想想 我觉得我怎么遇到这个混蛋了呢 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脑子 能说这话 你写一书 我是受益人 但是我是为了你好 我代表上帝 让陆大脑袋 哎呀那绿林 什么绿帽子林呐 是吧 还美国将军呐 在欧洲有一个军队呀 戴着绿帽子 叫绿贝雷 绿贝雷帽啊 然后又回到美国来空降 又把美国这谁这谁这谁抓起来 哇塞很多人相信 哇 哇 就有人信 然后共产党就你看 一个国家的政府 对着全人类 义正词言 穿着那个正八经的一个外交部官员 亲爱的啊 所有的今天到来的记者啊 这个我们的气球是研究天气的 那是民用设施 现在失控了 失控到你家去了 就是一个强奸犯 是吧 一个强奸犯 抱歉啊 这个强奸我今天一不小心 我的裤子掉了 但是我的生殖器 跑到你身体里边去了 但是你不能动啊 你动你就犯错了 因为那是我失控的生殖器 最后人家发现了 你的生殖器怎么放我身体的 我给你切下来 是吧 不愿意了 那是我的生殖器 你怎么能切呢 而且给人家要 你把那半截给我 一个人说 这不是我的生殖器 第二是我失控的生殖器 第三是 你给我切了不行 你得还给我 还有这种流氓吗 你不要小看了王定刚 还有那个蛇妖岩 蛇妖岩到了美国才几天 二十几万美金 你给他买衣服穿 二十几万美金给他工资 是吧 享受了最高级的公寓 然后叫他安排上福克斯电视台 全美国在采访他 把他奉为天使啊 天上掉来的使啊 天使科学家 突然间 他跟那个路大脑袋吸着谈 在人家家里边公开的当他的第三方恋人 竟然公开说要把七哥替下爆料革命去 说我们已经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了 我们可以完全掌握爆料革命 你看他说话 是吧 郭文贵 夸张的语言 是吧 夸张的语言 我夸张的语言 我把他夸张了二十几万的衣服 二十几万的工资 是吧 夸张的福克斯基了 我夸张的语言 你说这个烂货是吧 然后我们提前爆料革命不就完了吗 他跟共产党都是一曲同工之妙 然后路大脑袋 没有我这么有爆料革命啊 没有我还有谁看你郭文贵直播呀 你这孙子要点脸吗 你说住着这么高级的房子 从一个什么拉斯维加斯 住了一个垃圾的一个租的房子 他住了个康州全美国最贵的区 然后他开始 他竟然要把所有把七哥给灭了 把爆料革命战友 那些根本没有出过面 做过不知道他多少亿万被功劳的灭供的 那些战友们全给忘掉 还有那么癌症 什么癌症利呀 在马来西亚那个 还有什么赵博胜 你这帮孙子在哪呢 还那九指腰是吧 没有我怎么会有爆料革命呢 战友都是跟着我的 然后他搞傻逼 然后你看把战友钱 结果是写了 又是他撒币 天天说 顾文贵把钱卷跑了 结果钱他跑了 那么贵头羊 德州买房子去了 还炒赚钱了 结果现在排了一塌糊涂 哪个战友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跟共产党现在要干的事 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生殖器跑你家去了 我失控了 是吧 你说这哪有这种王八蛋的逻辑 共产党 然后现在在国内 860万党员改成合同工 那这党员会不会问 你给那些非洲 还有那些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头两天 一个哥们给我说 他说我们这外汇又干戈了 他说我最近要去北京 你觉得我要不要去呢 我要钱去 他说你给我出点主意 我怎么这回去还得拿回来钱 我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在北京要回来钱 我说王毅这个王八蛋 他就是个超级的不要脸的骗子 你想让王毅帮助你骗中国钱 是很容易的 但我不会再给你出点主意了 因为那钱是我们中国同胞的 不行 然后非洲 乌干达 坦萨尼亚 咱哥们 也是要去北京 说最近他让我们 支持中国共产党 在联合国发起 反对美国击落中共气球 他说我给他要多少钱 我说我不给你出点主意了 就是共产党要发动这些国家 这些三流国家 到联合国发动 反对美国击落气球 要给他多少钱 那你860万党员 你的爹 你的妈 你的癌症 你的孩子上学 谁来给你解决 所以我们要5000以上 给这些人一个希望 你不信就别来呀 是吧 等着吧 享受你的合同工 是吧 对不对 多不要脸 假骗 偷黑 就有人信 所以说 各种宗教有句话 说连佛祖 都有一个 各种面孔 去除掉你的愚蠢的 除掉你的贪婪的 除掉坏人的 是吧 叫金刚处 是吧 蠢不坏人的 我们也不是神呐 所以说 这种傻人 咱没办法 你别来 九指腰龟头羊 你看他俩那个德行 带着儿子 带着儿子 闺孽 两家 弄上了 是吧 多垃圾 你想想那个恶性样 是吧 他自己的一生 他会带着这种 极为的丑陋的 而且 让他无法 接受自己曾经做过的 对别人的伤害 和做的邪恶行为 让他走入到地狱去 中共医疗方案 怎么会有医疗方案呢 那都是骗你的 中国共产党只想让你有病 从来不想治你的病 让你叫习近平爹 他还想治你的病吗 中国有这么多杨改兰 想治你的病吗 胡新与安 这才过去两星期吧 你还记得吗 网络上还有胡新与安吗 杨改兰还有吗 雷洋案你还记得吗 郑州发大水 你记得吗 武汉你记得吗 新疆大屠杀 你记得吗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 中国这个社会在邪恶的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地狱的话 一点不夸张 中国比地狱还可怕 第五 间谍气球事件后 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中共国的技术出口 澳大利亚也宣布将拆除中共制造的摄像头 戴尔将在未来一年内 诸步禁止使用中共制造的芯片 请问七哥 面对西方科技的围追堵截 中共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将何去何从 答案很简单 这些企业都会将消失 但是你不要看这些 你选出来的看到所谓灭供的这些科技脱钩的行为 事实上我们一定要爆料革命危真不破 就这些国家什么戴尔啊 给中共国这些勾兑啊 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过去一年 是美国过去很多年 在中共国贸易额增长一万多亿美元 它是总额一万多亿美元 增长最快的一年 要没有美国的一万多亿美元 中共国的 中共国的一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额 玩成几万亿美元 在欧洲呢 很多国家只争没减 我上星期跟一位美国的 下一步最重要的政治家 我跟他就谈到了 我说美国只要不停止 不停止 对中共国的科技和金融的支持 美国的灾难永远不会结束 就美国只要科技不脱钩 金融不脱钩 美国的灾难不会停止 不是气球来的问题 比气球还 比气球还夸张了 比气球还夸张 你觉得还有一个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释放出了武汉冠状病毒 死最多人的国家 结果给了你最多的贸易额 你会做什么 如果当时爆料革命把这个九指腰 龟头羊 入大脑袋 蛇腰炎 这帮孙子 才留在爆料革命 他会觉得什么 你所有这些爆料革命 这些傻叉们 都是我的奴隶 我越对你狠 你越对我好 那我就会继续狠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什么长岛哥 是吧 也不会有草根 也不会有什么阿炳啊 吴老师啊 毛毛啊 什么飞飞啊 木兰啊 是吧 还有什么三票啊 文康啊 是吧 什么汝水啊 统统给你灭了 因为我对你越狠 你对我越好 是吧 很多战友要善良嘛 是吧 要善良 美国现在对共产党很善良啊 对吧 所以说 那个Bloom 汽水就来了 西方今天对中共国的支持 只要 比如说现在我看到很多报道说 美国要停止美元一切投资 这都是演戏的 不要相信这些事情 在气球到来的几天 气球在天上飘着呢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准备了跟习近平要make the deal呢 在伦敦 灭共形势一片大好 切记我们犯下天真无知的毛病 不要相信美国欧洲可以灭共 永远不可能 只有我们能灭共 我只要美国和他们能停止 科技金融支持中共 我们就赢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跟那位美国朋友说 只要停止 支持共产党 经济上金融我们就赢了 所以说 芯片的事情还较量 共产党我觉得 受到了挫折 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打击 不像你们想象的一样 还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西方已经被渗透太厉害 第六个问题 七哥 中共蓄谋已久 针对美国的3F方案 进展的革新应手 中共成型的老朋友基辛格 也指责中共已经挑战了世界秩序 在这场生死博弈中 如果没有新中国联邦 利欲欣欣 被中共深度蓝金黄的美国 会来一次刮骨疗伤似的自我革命 获得重生 还是等待被毁灭 答案 会很让你很失望 美国 会有 他的灾难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我觉得毁灭不了 美国 但是现在 他所有承受东西 刚刚开始 这个基辛格 你从过去历史上看 每次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 乌克兰 俄乌 南撒拉夫 这老头都玩这一套 先跟你说点 让你突然 你无法想象的话 站在了一个美国的对立面 最后再说 完全跟美国站在一起 永远这样 你们生活中 没有跟基辛格见过面 这是我见他多次 是吧 老头 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 没有任何原则的 是政治家 他只有利益 只有自己 这是为什么基辛格 在华盛顿当时 绝不让他加入 基辛格 永远没有加入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没有进入到 美国最核心 一直都没有 这是一个玩政治的 是吧 一开始 任何一场冲突 他都先发言 发言站在了 美国这里面 哗众俱宠 最后再站到美国一面 然后再叫美国 我说你看我又回来了 永远这样 永远这样 就像我小时候上学 曾经我们这个 在我老家 红庙 红庙 我在上初一的时候 就有一个 我们班上的老好人 他爹是某个当地的知书 因为知书的孩子 就穿着吃的 跟咱们都不一样 我那时候连个磨都吃不着 吃窝窝头 地瓜窝窝头 地瓜窝窝头 我回到老家的时候 第二次回去 跟我大伯 就是我大伯 种的那个地瓜 在山东老家 西草营 地瓜弄出来以后 要擦成片 放在那个土可拉上 晾成了那个片 那个晾成片 把那个地瓜 地瓜杆拿起来 再做成的 那个 那个 磨磨 还有窝窝头 叫地瓜杆窝窝头 那个窝窝头是黑的 地瓜杆窝窝窝头 你蒸完以后 一吃它是黏黏的 发甜 但是你吃不完呢 就像我大伯 是蒸一锅 是吧 蒸一锅窝窝窝头 蒸这个窝窝头呢 它不可能 我们俩一人吃个三四个 蒸一锅 这么大的锅吧 蒸个一二十个 就在家里边 都是那个老家土房 上面都还漏雨那种的 上面有一个吊着的钩 有一个篮子 就把剩下的窝窝头 被让老鼠吃了 挂上去 再蒸着轮流的吃 那个地瓜杆窝窝窝头 硬了 就放完硬了以后 你就砸人 都能砸晕过去了 吃什么呢 就是老家用那个笋瓜 豆子 做的叫什么 叫做 我们老家叫豆石 叫豆石 豆子的豆 什么的神 叫豆石 这个豆石在那缸里边啊 每次掀开的时候呢 上面一层全是白白的蛆 要把那个蛆 哺了哺了 咬出来一勺 都是用盐一盐的那些咸 然后呢 放在那个窝窝头里边 然后呢 蒸一蒸 跟窝窝头 放在窝窝头里边 就这样吃 这就是一顿饭 我回老家的时候 但是当时跟我上学 知书人家吃啥 你带饭 我们那时候带饭啊 人家带的是 这是大方的大卷子 就是摩摩方卷子 人家家还有时候炒点鸡蛋 带点辣椒 甚至有时候还带点肉汁了 哎呦我这想就惨了 你说 我有时候连窝窝头都没得带 但是那个知书的这个王八蛋 这个儿子呢 永远吃饭的时候 他要拿着那个膜啊 卷子 要在这个晃唐 我们绝大多数人 只能看这个孙子 在那块拿着个卷子吃 还救着鸡蛋 最坏的这个孙子是什么情况呢 只要班里有什么事 什么体育比赛啊 什么竞赛考试啊 他永远站着对方去 他气了人家说话 哎呀那边就给了鼓掌 很多女生啊都喜欢他 那种羡慕的眼神 咱就别提了 然后呢 到最后的时候回来 到我们班来 再提往班说几句话 我们班也喜欢他 哎 这小子敌人也喜欢 自己人也喜欢 金枪不倒 没敌人 是吧 哗中其中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决定收拾这小子 所以我就把这小子给 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 在这个路上 离开学校的时候 我在路上把他堵住了 是吧 这一顿让我给胖揍 揍惨了 最后我就把这孙子 给扔到河里面去了 而且他不能上岸 我把他扔到河里面去了 我说他必须要持续那个班长的职务 最后他持续了班长 结果老师决定选我当班长 我拒绝 但是两个 就是我们周围的那一排楼啊 那几个班的女生 从此的眼神就全看着我 我的情书就是一打子一打子了 人还是崇拜英雄的 基辛格就是那个班长 用出卖自己的同班 讨好别的班的那个班长 不幸的事情 美国没有出现郭文贵 是吧 这基辛格啊 他是没有原则的 戴着犹太人的帽子 就像那个书记家的儿子 是吧 吃着比别人吃窝窝 吃着磨 站着说话不腰疼 吃着磨 是吧 看着别人吃窝窝头 这就是他 我对他 我跟他本人 哎呀 不是你们想想的呀 美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还早着呢 完全 第七个问题 七哥您在飞飞秀中提到 长岛哥 尼口小王子等被邀请游说美国国会 邀请游说美国不对吧 邀请到美国国会作证 发起查封中共盗国贼资产 承认新中国联邦等法案的请求 请问七哥 新中国联邦破检而出的时机成熟了吗 没有 还早着呢 还早着呢 我们要为真不破 还有一个大家忘了 这个 我们这次游说更重要的事情 司法超限战 很多美国国会的人 中国CCP情报委员会 已经把中国情报委员会 改成CCP情报委员会了 这就是我们的功劳 Jim Jordan 现在是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其中一个 就是要在美国国会 和美国全国人民 在媒体上 你们看到 是他们要请我们 要了解七哥的这个破产案 和七哥被美国司法超限战 被中共超限战的整个过程 这是我们的核心 很多美国人 找到见了长岛哥Niko 小王子就问 我们怎么帮你啊 怎么帮助你 消灭中国共产党啊 长岛哥非常聪明 告诉他 亲爱的议员 请你不要 有任何想法 帮我们消灭共产党 你先在美国 消灭你们美国内部的共产党 你先拯救美国 消灭共产党 让我们新中国联邦去干 长岛哥 尼克王子可以啊 是吧 第二 很多议员说 我们能帮助你什么 那意思 你要多少钱呢 是吧 可能有这种想法 长岛哥和尼克小王子 就是说 我们到这来 我们这人都不是缺钱 我们生活都很好 我们绝不向你伸手要钱 也不要你名义 我们只想让你查清楚你美国内部的卖美贼就够了 够了 是吧 另外 媒体 是吧 你们在美国的媒体上 也被共产党完全给控制了 蓝金黄了 美国要想安全 美国的战场和中共的较量的战场 不在中共国 在美国 共产党与美国 共和党民主党爱国者的较量的战场 在美国 就在华盛顿 在纽约 但是长岛哥 没给对方说的 没像我一样唱两句 那我要去 我肯定在唱了 你若不相信呢 咱们走着看 是吧 他听不懂我这预句 我估计 是吧 我再唱唱 微风细语 微风吹着浮云 小雨 小雨慢慢飘落大地 拎着我 拎着我 拎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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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着世界 看的世界多么美丽 啊 愿我 愿我 是风 你 是雨 拎着你 为风吹在细雨里 漫步轻轻草地 小草野在轻轻地狱 殊说无尽秘密 让我们共寻你 殊说无尽秘密 让我们共寻你 殊说无尽秘密 让我们共寻你 微风吹着浮云 细雨慢慢飘落大地 拎着我拎着你 拎得世界充满事宜 我昨天晚上给你起扫郭美唱一下 结果吃东西了 哎呀唱得很不像样子 这今天一早上嗓子没开 我这喊两嗓子还没感觉 但是我觉得唱得不错 是吧 长道哥如果在国贵山 振起给国会议员 什么叫微风啊 什么叫细雨啊 那议员我估计会更爱听 所以长道哥尼克尔小王子 一场绝对性的 这次被邀请去 你想想 几十个议员 都是最牛叉的议员 最最火的议员 叫CCP情报委员会的人 在短短的几天 由长道哥代表新中国联邦 他是法治社会的主席 法治社会基金战友们 没有法治社会和法治基金的 捐款的战友 长道哥在华盛顿和尼克尔小王子 叫名分 没有 没合法的名分 没有合法的身份 但就是由于 咱们最早有了法治社会法治基金 长道哥和尼克尔小王子 长道哥是法治社会主席的身份 你回头看看咱们新中国联邦的一系列行为 那是多么的有战略眼光 长道哥不到3C 怎么可能有尼克尔小王子和整个封钟 Summer所有这些团队 而且这次没到前线工作最辛苦的人 是谁呀 我们的Rachel神奇女孩 Rachel几乎是所有的文案 Rachel还有我们很多战友 这个现在我就不一说了 还有我们的禅侠 我们所有三系的牧主任 小白 小小 文房四宝 做文案 Rachel是每天工作是最辛苦的 是一个几十人的团队 做的文件 我们的罗伊 约翰 所有的人 然后到达了前线 前线看得到的是小王子 尼克尔长道哥 而且长道哥所有说的每句话 都是在我和长道哥和贴学主 这是几十次上百次对政治定位 对我们对美国的关系 进行讨论和决定的结果 长道哥没有跨越一个红线 完全执行了新中国联邦的精神 和我们的政治的定义 他和尼克尔小王子是执行者 他被邀请去 是继凤凰城之后 在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之后的 一个必然结果 而且美国议员最感兴趣的 你知道人家说啥吗 他们拿着一本 是吧 七哥被美国司法部和FBI和法院超限战 人家说这是美国调查美国司法部门武器化的圣经 Bubble 这是调查美国被共产党渗透和司法部 执法部门武器化的超限战的Bubble 而且这些议员知道 只要想了解共产党 想干掉共产党 想消灭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 只有一个组织 那就是新中国联邦 他不能跨国 他只有跟我们合作 我以前这么说 大家信吗 让他们跟路大脑袋合作去吗 让他跟九指一十一言合作去吗 还有那鸡腿潘吗 还有那乱伦彪嘛 你看你看他乱伦彪 他丢我们中国人的样 他长得好像跟猪交配结果的东西 是不是 还有那夏燕良教授那个孙子 撇拉的腿那个德性 那些欺民贼 还有熊县民嘛 挂着Snow的小围城 还有那什么孟维参 小样 这是一个 无数个潜在的战友 和无数个 在内部潜伏的战友 还没有露脸的战友 还有更重要的是 法治社会 法治金捐款的战友 他必然的结果 美国他有选择 可以找别人去 不用找我们 如果国桂山的这些议员 你有选择 请找别人去 是吧 我们可以不参与的事 我们什么叫无欲之纲 你不灭共呢 你不灭呗 你等着共灭你呗 多简单 是吧 你可以不灭共 你等着共产党来灭你 是吧 我们的信仰之星 是吧 啥叫信仰之星啊 消灭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宗教 建立新中国联邦是我们的信仰 不是你们 跟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没有信仰了 不是你跟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不去消灭共产党了 是吧 这是什么 消灭共产党的宗教的图腾 这是建立新中国联邦的信仰 咋的呀 是吧 你觉得美国国会山 一说 这个破简而出 为啥我说不是呢 现在 美国国会 还在搞内部政治斗争 他还不知道 共产党对他们的渗透多厉害 竟然有多少无耻的人 还被共产党吓得半死了 长岛哥和尼扣小王子深有感触 说很多人真的一说共产党真害怕 真害怕 是吧 你们知道七个过去的六年多难 见过美国的官员 你们看到了好莱坞大片的那些什么政府官员 提共产党都不敢提 川普总统过去在美国白宫 无数个人 皮特纳瓦罗 史蒂夫班农 还有他的国安 还有他身边的人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说CCP 不敢说的 直到两周前 才录了视频 对着字幕念着 是吧 CCP CCP 第一次说 一个所谓对共产党带来最大的麻烦的人 川普总统不敢说CCP 然后每次一说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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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 Personally I'm good relationship for Xi Jinping Personency 所以我川普总统多少次 我们俩就是我坐在吃饭 他跟我之间卧室三米 马拉格你们都看到了 我在马拉格吃饭 他就在进来 我一次手不握 我不能接受他对这个中国的定义 什么叫你问题叫中国呀 中国是受害者 所以我跟 头两天跟一个美国人说 我说川普总统只有一个办法能赢 那就是坚定的坚决的说 消灭中国共产党 take down the CCP safe America safe Chinese free Chinese safe America 这叫什么 win-win 双赢 是吧 什么赢啊 美国人民赢 中国人民赢 这叫win-win 不是共产党的 就叫win-win 赢赢双赢 是赢什么 我赢你两次 是吧 贸易上赢你 军事上赢你 只有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双赢了 人类才有和平 人类才有真正的希望和未来 现在国会上他们知道什么 两党斗争 超限战 司法部被武器化 那是多严重在美国 这跟班农先生没半毛关系 长岛哥都已经到了华盛顿了 班农先生还找我 啊 不是 他去华盛顿的时候 找我 我要见他们 他们要见谁啊 咋回事啊 是吧 我就给长岛哥打了个电话 我长岛哥你赶快给班农先生回个电话 你给尼扣小王子给他说一下你们要见谁 然后呢 长岛哥就到那约了见班农先生 班农先生一看你都见谁啊 是吧 一拉单子 哇 你见这人都厉害呀 都铁杆啊 然后呢 竟然说 你知道那个华盛顿 华盛顿泰姆那个报告出来 多少美国人跟我说吗 这个简直太大了 这个事 太大了 这个事 然后呢 班农先生你们竟然在这有报道 这个人写 他都震惊 班农先生这妒忌啊 羡慕啊 佩服啊 所以新中国联邦人从来不会 有一招出手 一定是多招出手 所以这次 长岛哥 尼扣 这问题整得很好啊 非常非常 所有到华盛顿的 这次 有没有破奖而出啊 还不到 什么时候破奖而出 我现在告诉大家 只要美国不讨论接受新中国联邦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力政治机构 就不叫破奖而出 就不叫破奖而出 定义非常简单 我们不像共产党是瞎忽悠 是吧 如果川普总统在竞选当中说 应该接受新中国联邦作为一个合法代表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政治机构 我们就破奖而出 如果美国的竞选总统竞选人桑德斯 是不是啊 桑德斯还是任何一个拜登总统竞选人说我们可能考虑一个第二方和第三方像NFSC代表中国人的政治未来的一个实体的话 那咱就破奖而出 你不能说现在精子和卵子还没见面呢 你就说你怀孕了 那不行 怀孕是在里边有小孩的结果 你能照出来 哎 孩子 有了 那就是新中国联邦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 或美国国会提出来 把新中国联邦列为美国对话的一个政治全体 或者欧洲的某个国家 就联合国的国家 接受 而且 长岛哥和尼扣小王子回来以后 昨天我跟飞飞秀直播完 所有的 我知道的 很多美国朋友 对他们这次 华盛顿之行 表示极为的震撼 很多人给长岛哥给尼扣小王子表态 我是你的铁杆 我是你的brother 我将和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一定会调查 美国司法部五计划对你们的朝鲜战和险害 我相信 美国国会将有很多议案发生 来调查所有七哥 为什么是4184月18号 和418号19号给七哥发红通 和418号19号几个案子同时发生 为什么所谓的一个个人担保的三千万 根本就是假的 不让我提供证据 不进行美国的陪审团审判 简易判决 然后从一个不存在的三千万个人担保 就变成了三个亿了 这事 我永远不会厌下去 我永远不会接受的 我不可能像很多人被强奸了 最后说 撕了吧 给你点钱拉倒 不行 我知道叫你承认 你是强奸了 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为止 我不管你对方有多大的势力 你除非把我消灭了 你把我消灭了 我的家人 是我的兄弟姐妹 都不会给你拉倒 我一定要整明白 这个三千万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个人担保 我不相信在美国这个社会 我根本没有过三千万 你承认钱都还你了 你再给我要三千万个人担保 你承认钱还了 然后三千万担保不让我提出证据 然后你自己的文件当中 就由我给你解除所有的担保权利的文件 你不算数 然后罚我一个多亿 然后再罚一个多亿 然后让我破产 这是什么王八蛋的逻辑啊 我怎么可能接受 我如果美国国会不去调查这个案子 美国国会不调查 海根巴森 艾利波尔迪 斯蒂文 吴征 善伟健 和我这破产案 美国永远不会有救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这事关着中美两国人民 谁在操弄司法 谁在把美国的司法 变成一个个人的政治武器 和黑暗的两国政治武器 这事大了去了 比什么好利物店都牛 是吧 尼古拉姆·戴威斯 被抓被判刑 艾利波尔迪被判刑 他背后都是因为郭文贵 谁是操纵这个案子的 我怎么可能接受 美国总统大选 2024年 不承认新中国联邦 不谈新中国联邦 不谈这个美国司法超限战 郭文贵 我不相信哪个总统 他会占到优势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个咱们今天 我要播一下 我马上要去开会了 还得给你们挣钱去 这个兄弟姐妹们 我们不要天真 千万不要天真 而且我们要坚持 唯真不破 我觉得任何情况下 我觉得共产党是肯定要被消灭了 我这一天跟美国人沟通 我这个世界上 给了我们最大的两个礼物 最大两个礼物 第一个送来了洗死黄 没有比这个礼物再好 我觉得我们战友 最伟大的战友 逆争战员战友 就叫洗死黄 如果我们没有洗死黄 灭不了共 这是一个 我们要珍惜呀 洗死黄统治 他会帮我们消灭 绝大多数国家党员 第二个我们要感谢的 这个伟大的科技时代 AI 量子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我们这些 所有的东西都是 成就我们灭共 和一个过去无法实现的 一个能力和资源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太重要了 我们也拔不住 另外一个我们大家 拔不住的是什么 就是天意 人心 你看看今年是原苏联 苏联到他灭亡那一年 正好73年 当时正好是美苏之间 搞太空竞赛 战略 地缘战略 然后呢 整个苏联都是要灭掉什么天主 齐奥塞斯固要灭掉天主 结果呢 最后是苏联在73年的时候被干掉了 今年是中共执政73年 也是要灭掉一切人类的神 要变成习太阳 习神 共产党还要统治全世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历史走最关键时刻 是量子世界 数字化货币世界 七块链技术 包括新能源 新能源 是吧 人造小太阳 可能彻底废掉石油 所有的人类上存在了污染 对人类伤害的 所有的资源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七哥已经说了几年了 AI 大家看这个XGPT 彻底改变了人类 改变了互联网 AI 量子电脑 区块链 生物科技 从2017年 我说到现在 大家现在感受到了 XGPT 数字货币 比特币 数字世界 从过去的一共就一家 现在变成过去 14000家 现在改成了将近8000家 数字货币 从过去的 当时 刚开始的时候 2019年 是吧 2018年是多少钱 是吧 到现在是多少钱 3万亿的 3万亿 交易额 美元呢 中共国在 2000年以前 一年的GDP 才1.3万亿 大家要想一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珍惜的是什么 新中国联邦 喜联储 HCN HDO 马上 喜联储 推出的钱包 你每个人 都是一个银行 战友们 是国内的860万 被共产党 已经给抛弃的那些人 你但凡有点脑子 你但凡有一点点脑子 你问问你自己 你跟共产党干 是每天 你要干多少小时 你加入 喜联储 你只需动动手 直透 是吧 你完全 你就可以完全次数 没有任何情况下 你赔钱 你赔钱 你找我 你二级市场我不管 对吧 然后你使用盖特 在盖特上 你使用就是时间 你使用 就可以得到盖特抗议 盖特抗议就马上可以贴现 变成法币现金 所以说 兄弟姐妹们 盖特抗议 你在国内的860万党员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 马上可以买水 买油 买汽 第二 你可以在使用当中 做节目 给你自己发财制服 你可以开网店 studio get a coin 然后你 hcn 马上 以太币 以太币 你所有的国内的 以太币 比特币 什么钱你存的不安全 你放在你自己腰包里才安全 放在你手机里才安全 是吧 那你就下载一个钱包 新联储 下载一个 HP 过一下的KYC 你就过了 还有一个大家要记住 现在马上推广的HP 每个人 拉进来的HP下载者都有激励 每个新的下载者都有奖励 都有币 你一分钱不用花都有币 现在KYC 几乎不会超过十分钟 而且你在KYC过以后 你像那个到Gaiter Studio 开一个打开手机 下载个软件又不花你一分钱 开个电商 是吧 你可以搞个直播 你像有料的爆料 爆料有人看 有人看给你点赞 点赞你就有Gaiter币 Gaiter币你就拿现金 想要人民币你就要人民币 想要日币就要日币 想要美金就美金 想要欧元就欧元 你还咋的呀 这事你不干 你非要跟共产党去干 喊他习近平 喊他爹 喊彭丽媛 喊妈 习大大 彭妈妈 是吧 你就干这去 是吧 只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走到了时代的签约 说 那你这钱哪来的 我请问你 过去 你打电话拍电报 谁给你付钱 你自己付钱 你理所当然认为 看报纸你要付钱 然后呢 这个拍电报 打电话要付钱 后来不是有了软件吗 软件让你打电话 不用付钱 叫现在的微信 WhatsApp 叫免费软件 谁帮你付钱了 是做广告的 商业 还有那个提供软件 用了你的时间 他赚了钱 这叫范式思维 现在盖特哪来的钱呢 洗联储哪来的钱呢 因为大家都来使用 都来使用的人 时间就是钱 那你参加使用了 你就应该得到钱 这就是个基本的逻辑 这个世界不是共产党 只能让共产党让你支付 你自己就能让你支付 不是共产党让你的钱安全 是你自己能让你的钱安全 对吧 这是个基本的常识 这就是新中国联邦 创造了一个最前沿的 数字货币的平台 让大家使用 下载 投资 比如洗币这块 你像原来我们爆料革命站 一毛钱买一个币 现在你知道赚多少钱 最高是500倍 现在220倍 对吧 这就是个基本的常识啊 所以说请兄弟姐妹们广泛传播 让大家使用盖特 下载盖特 让大家广泛传播 广泛的传播 洗币 使用洗币 使用钱包 还有现在我们的战友 要把自己最亲最爱的人 加入到A10项目 A10项目 我不相信任何中国人 你拥有这样的机会 永远不可能 你在看的这个盖特平台 你将拥有他的所有的收益 5% 永远的 永远的 那个已经在交易市场的洗联储 5% 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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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涨100万个亿 那5% 他涨100万个亿 那5% 整100个亿 涨1块钱 也5% 而你拿多少钱 你不管拿多少钱 你都要分 不管拿多少钱 你都跟所有参与的人 分了5% 任何一个投资 都可能赔钱 但是如果你投了 A10项目赔了钱 我赔 我来说了算 我还给你 就像几年前GTV一样 谁赔了钱 我都说了算 不但在打官司当中 大家还 钱 没有动你的钱 还在那个GTV账号上 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币 和币的配合 很多人 占有 因为 总共GTV GTV的投资 占有5亿美金 可是我们GTV的 所有的占有 大部分人 还有我们的占有 在喜币的二级市场 已经拿走了 存利润 7个亿 还拥有一个多少呢 还拥有一个 现在 最起码 200多亿的预期的收益 就今年是220亿 现在市场流通的 两年20亿 440亿 440亿 我们220亿的就100多亿 水战有153嘛 对吧 然后这个10亿里面 我们占有5% 战友投了5个亿 有100多亿的预期收益 拿走了7亿的现金 然后你那个投资 原本还必须还给你本人 你告诉我 中国有吗 我现在直播说的话 要负法律责任 A10项目 就是延续了这个文化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战友不允许赔钱 G club卡 不管任何情况下 G club卡的战友 都享受 G club给你带来的利益 利益大家知道 买G翻刃 就这衣服 任何一个品牌 叫Scanball的 比利时最贵的衣服 任何一个品牌 这个都会超过5000美金以上 到1万美金 但是你将拥有这么好的 阿拉特尼的这种 世界上最好的 比爱马仕高N倍的 阿拉特尼的人工 所有都是一针一针缝出来的 这样的衣服 所有的 包括这些东西 战友们穿你们都看到了 而且未来 G club卡是全世界 新中国联邦的身份代表 信用代表 信用认证的平台 这你都能看得着 莫德剑的 盖特 G club 西联储 你都能看到的 G fashion 这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 他属于新中国联邦 和帮助新中国联邦的 投资机构者 和投资的个人 他不是郭文贵拥有 也不是哪个家族拥有 这是永远属于爆料革命的战友 所以你们才有这A10和这卡项目的机会 这才是关键 好 有战友说这个 关于这个汇款的问题 很多战友 关于新加入的人汇款的问题 请各农场联系 各农场联系 然后呢 所有的帮助介绍新的战友 新的洗联储开户 和新的 我们的卡项目 A10项目的都有激励机制 请看飞飞秀 A10解答 兄弟姐妹们 我要马上给你们开会 给你们赚钱去啊 现在 我和战友们一起 为全世界80亿的人类 14亿心中联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们祈福 感谢观看 阿彌陀佛 兄弟姐妹们 非常非常的感谢 很多战友帮助我们战友 加入了A10项目 加入了GClub 也帮助很多战友出境 包括很多战友下载软件 这些战友都不会被忘记 特别是我们的老椅子 我们的法治基金的捐款者 还有我们所有的 在背后的默默无闻 跟我们一起来 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国内的 体制内的和社会上的战友 我相信任何有常识的人知道 共产党已经完蛋了 新中国联邦 将用适时行动像过去六年发生的 一个又一个的 无数的传奇一样 向你来证明 我们是得到上天的信任 和加持护佑的 得天道的 现在得民心 得世界的民心的 让很多跟随者 致力于消灭出邪恶的中国共产党的 唯一的一群 对你不伸手不要钱 保证不说假话 不伸手到你库腰里 不伸手到你钱包里的一群人 你们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正义的 你问你自己是不是正义的 所有的 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 要珍惜我们的原则 微真不破 消灭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宗教 建设新中国联邦是我们的信仰 永远不能改变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周将无限精彩 下周星期三见 阿弥陀佛